12月20日下午,清华大学2019年全校教职工大会即第八届教带会、第二十届工带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。 校党委书记陈旭、常务副校长王熙勤、副校长齐俊敏、校党委副书记向波涛、校党委常委、校工会主席王延等出席大会。 会上,王熙勤做了2018到2019学年度校务公开工作报告。 王熙勤详细报告了2018到2019学年度学校资源配置、运行管理、后勤保障等多方面工作进展和主要成效, 并就与教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向与会教职工做了通报。 提案委员会委员吴爱萍做八届十一次提案立案报告。 所立提案涉及教学、党务、信息、校园建设、交通、医疗、餐饮、住房、子女入学等方面, 将尽快交由有关部门落实。